欢迎收看 台湾上前行 台湾向前驾 我是孟琪 今天我们看到的是 副总统赖清德 委托前文化部长郑立军 代表他去登记参选 民进党的党主席 好那大家都在问 为什么会找郑立军呢 这让人联想 难道2024赖正佩有谱吗 好来营方面诸侯之间 昨天晚上是上演了 大拥抱的戏码 朱立伦还称赞 说侯友宜就是最强的母鸡 但是2024到底要提名谁 还是始终没有松口 好那同样呢 也要来角逐总统大位的 还有柯文哲了 不过台北市 这个7月份不选议会的诞书 坚持要办这个双城论坛 明明就是共计在绕台啊 但是还是要继续办 后来被要求说这一场的费用 107万元要自行买单 结果现在又被踢爆 最后柯市府还是用了纳税人的钱 怎么会这样呢 当初大家都还记得啊 市长夫人陈佩奇 不是还非常霸气亮出自己的存折吗 展现这个闲内住的角色 怎么最后还是拿公堂和销呢 好那另外一方面 要来关心到的是 这可是什么样的奸行 王洪威落袍玄力尾 但谈到这个争议点 今天居然是哽咽落泪 说他心里面压力真的很大 那么吴依农就顺势说 那不然就让王洪威继续留在市议会了 稍后还有更多精彩的内容 我们一起来了解 我们赶快来介绍现场的来宾 首先第一位 我们邀请到的是资深媒体人 王瑞德 孟琪好 大家好 再来我们欢迎到的是 民进党立法委员范云 孟琪好 大家好 左手边欢迎到的是 民进党台北新议员简淑培 孟琪好 大家好 再来我们欢迎到的是 时事评论员 文朗东 孟琪好 大家好 等一下还会有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 黄子哲也会加入讨论现场 好 我们赶快一起来看到的 就是副总统赖清德 因为他人还在自主管理期间 为了慎重起见 所以他拜托郑立军 帮他登记参选 一起来看 前文化部长郑立军 一身白色裤装套装 戴着副总统赖清德的登记资料 和150万现金 带他正式登记补选民进党主席 我看到他愿意挺身而出 来承担未来的重责大任 我很支持也很感谢 所以他请我带回登记 我觉得义不容辞 赖副总统确诊为还在自主健康管理 郑立军带他提出参选党主席的 四项主要工作 不只要重振旗鼓深刻检讨 接下来更要广纳人才 守护台湾 但外交好奇被找来带登记 难道和2024大选 盘算赖政配有关吗 郑立军这样说 这个问题好像问得也太远了 未来我也非常的愿意 能够持续的搭建平台 也善用跟社会对话的平台 那么来尽自己一份心力 那我个人是没有参与选举的规划 如果以这个时间点看 党内应该对郑立军有所期待 也应该是他付出的一个时间 不管是入阁或者是入党 都是民进党重要一位人才 也是一个活旗 立委林俊宪大战正立军是活旗 而传出明年有机会接隔魁的郑文灿 也期待改选新党主席 可以带领民进党组成新对行 substit ради Ở 度 dismantle 总统大选 2024年的总统大选 关系到执政的路线 能否继续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选举 透过党主席的改选 那能够让党的团队 能够形成一个新的对行 武chemistry有提到说 你明年有机会去接任行政院长一职 我尊重各种不同的评论 郑文灿聚焦民进党未来 没把自己的路说死 绿营九合一大选挫败 赖清德决心扛责 登记参选党主席 希望赢回人民信任 民进党现在要检讨再出发 希望赢回人民的信任 我们看到的是 副总统赖清德 他虽然已经解隔离了 不过说是为了慎重起见 自主管理期间 所以特别拜托 麻烦这位前文化部长郑力军 今天一起白西装 去帮他登记参战 民进党的党主席 讲到这个女力帮忙 我们现场有两位女性代表 范委员跟舒培议员 舒培议员这边先来 虽然说是这个慎重起见 不过找了郑力军 是不是有玄机 因为观众朋友 可能对于郑力军的印象 大家都还停留在文化部长 虽然说部长已经卸任了 那也很少在政坛里面活动 可是我们每次在谈 不管是之前说台北市长的选举 或是现在民党的党主席的选举 以及未来2024的副手 其实大家都会点到郑力军 他的魅力到底在哪里呢 好我先来讲说 为什么赖清德副总统 会请郑力军来帮他登记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 郑力军就是赖清德赖副总统 当时在担任格魁的时候的文化部长 所以这个在这个格魁当中 其实两个人的互动是密切的 那后来这个赖清德离开格魁之后 后来郑力军也离开文化部长之后 他们其实郑力军其实就是在清平台 担任他的董事长 然后虽然在台面上 我们看不到他很多的活动 但私底下包含很多的议题的倡议 包含很多青年的一些组织 其实都可以看到郑力军政部长的 很多的用心跟用力 所以他虽然离开了这个台面上 大家所知道的工作 但他还是用他自己的力量来关心 包含民进党 包含他关心的议题 而且他关心的议题 已经局限是在文化层面 包含我们的青年组织的培养 包含我们的这个包含公投 像去年的公投的这个 四项的公投的推动 其实都有他的痕迹在里面 那议员公开加里 你觉得2024副手有没有机会啊 有没有可能 当然啊 我觉得包含郑力军政部长 或者是大家都在讲的 这个萧美琴大使 我都觉得他们两个 其实是女力的代表 我觉得都是在这个平台上面 其实表现得非常优秀的女力 而且离开自己的位置上面 他们其实还做了非常的多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当然都非常适合 尤其郑力军政部长 其实包含今年年底的市长的人选被提出来 其实已经不只这一届 在上一届 上一届已经有人就是希望他能够出来代表 而且很多的年轻人 其实你知道吗 很多的年轻的朋友 其实对郑力军政部长的意向也非常非常的好 是很喜欢他的 对而且他们认为郑力军可以跟他们做沟通 所以我觉得在败选之后 其实尤其像郑力军政部长 其实也是野百合世代的 跟范云范委员都是一样 那现在就是终身带接班的时候 所以这个赖清德副总统来接任葛魁 这一些野百合世代的终身世代 就应该开始要再担任更重要的角色 所以我觉得像郑力军政部长 如果能够不管是在党务上面 或者是未来能够更进一步的去扮演各种角色 我都乐观其成 而且我也会全力支持 郑力军虽然卸下文化部长这个职务 已经有一段时间 可是在其他领域 就像刚才舒培议员讲 还是持续发光发热 那因为其实今天新闻我的下 所以根据了解 赖副总统曾在七八月间 密集找郑力军 对台湾下一阶段可能面对的议题 持续的来交换意见 同样是女力代表 也是这个学运世代的 范老师这边怎么看 因为除了点郑力军之外 也有人说民进党2024 还是一样想要男生女生配 那这个女生的人选 除了郑力军政部长之外 也有人点到萧美琴萧大石 所以范老师怎么看这两位人选呢 对 我想跟那个简舒培议员一样 我也对郑力军部长 我们就叫他部长 就是期待非常的高 因为我们过去其实大学时代就是好朋友 那我一路看他参政重政 我觉得他是少数蛮能够坚持他自己的方向 方向清晰 然后又可以跟社会对话 那也许有些人因为他做的部会 文化部不是像内政部 所以有些人并不知道 可是事实上他也是到目前为止 我们文化部长 就是他要离职的时候 位流度文化阶位流度最高的 那他卸任之后 其实在除了原本他的形象 文化弱势之外 他也在环境永续青年对话这边 借由今天他的身份 亲平台的董事长任内 就是搭建一个跟社会对话的平台 让大家可以提出下一阶段 台湾社会发展的方向 所以我觉得赖清德选党主席 今天找他出来是蛮好的 因为这个时候大家会期待说 赖清德是会带领民进党 在这个败选后能够改革 然后有新的气象 那郑立军毕竟他稍微离开一段时间 那以他的清新的形象 清晰的方向 我觉得又关心弱势 那又了解政治 又有改革的色彩的话 我觉得是蛮好的 那至于说总统副总统这部分 我觉得可能有点太早 不过不管是郑立军 就是赖正配或者是赖萧配 稍微情大使有很多人提到 性别平等的话 我当然觉得是加分 那如果是赖萧配的话 会强调的是国际外交这个路线 那如果是赖正配的话 可能会强调文化弱势 就是说社会发展这个部分 我觉得都是很好的选项 那我也相信就是 对赖清德 未来的党主席来讲的话 那这个选项都是存在的 那因为局势变化很快 那到时候对民进党来讲 应该是怎么样的组合 是最能够胜选的 那就会是 不过无论如何我们都希望 郑部长能够在党务 或者是政务上面 能够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虽然说我们台湾的政坛 还是瞬息万变 不过不管是郑立军部长 还是萧美琴 萧大使 其实两位在这两年期间 大家看到 其实民众对他们的观感 都是非常好 期待度也都很高 那看完这个绿营这边的人选 大概当然党主席 差不多定于一尊 就是赖清德赖副总统了 因为目前除了赖清德副总统之外 目前台面上还没有看到 其他人出来登记 那接下来我们也来看看 国民党这边怎么争抢 2024这个大位 昨天侯友宜跟朱立伦 上演了一场大拥抱 来我们现在继续来看看 接下来的影片 我们一定要提对的人 用最佳男主角来形容侯友宜 朱立伦致辞时不断提到 侯友宜就是最强母鸡 大英这场选战的英雄 更强调要赢得2024 不仅要团结 还要拿出无私无我的精神 派出最强人选迎战 两人互相拉抬 试图展现团结气势 究竟侯友宜和朱立伦口中 所说的最强人选是谁 备受外界关注 朱立伦跟侯友宜昨天是在地方大选 大获胜 大获全胜之后首度来同台 瑞德哥怎么看 昨天这两位一上台就来一个大拥抱 而且两个人在这个场合是不断的互捧 朱立伦以下称赞侯友宜是最强母鸡 以下个俄罗公鸡就是最佳男主角 这是不是要成全的意思了 瑞德哥 政治人物所说的话 我有时候会打个折扣 打个折扣 如果按照朱立伦自己在竞选 中国国民党党主席说 如果国民党在这次九合一 没有拿到15席以上的县市首长 他要辞党主席 请问他辞了没有 没有辞嘛 为什么呢 因为他带领国民党都把这个基隆 把这个台北市跟桃园市都拿回来了 所以他就不辞了 他明明说的是15县市 但是他没有拿到15县市 可是他绝对不会辞 而且说是打了一个大胜仗 所以政治人物讲的话 通常还有表面上做的事情 通常我们要用观察家的方式来观察 那么在昨天这一场见面会里面 当然是各自拥抱 然后各自恭维对方 对不对 因为国民党现在就是在这种氛围之内 但现在是 那么站在 你昨天如果你单就昨天所看到的是 朱立伦都说他自己是一个总教练 跟助选人 意思是好像他已经放弃了 2004年的总统大选 好像他要推出最强人选 然后就说主角来了 可是昨天那一场是在新北市长的 这个胜选相关的感恩会 对不对 所以主角到底是新北市的这场 那个选战呢 还是2024年没人知道 那么现在最怕的是什么 现在最怕的不是主角的意愿而已 现在最怕的是后面更丢的人 他的意愿他肯不肯放 我说的是朱立伦后面扛叫的人 因为侯友宜现在后面的这些目的 想尽办法要把他往前推 因为很简单 侯友宜如果能够更上一层楼 那后面这些人才有更上一层楼 到中央去的机会 所以后面的人你相信 不管是谁 想尽办法都要把他往前推 那再来朱立伦的立场 会不会影响朱立伦 到底要怎么布局 那么蓝营在昨天 其实一直传出一个声音说 其实两边已经瞧好 说好了 朱立伦不选总统了 全力征召侯友宜 讲得像真的一样 昨天没有出选了 意思就是不会有出选了 就直接征召 像征召王洪威一样 我昨天所听到的 在蓝营里面不断放这个风声 意思是说朱立伦大局为重 总教练兼助选员 然后这个男主角 最强的就由侯友宜来担任 昨天是这样的一个氛围 但是问题是 说出口的都不一定能够兑现 更何况还没说出口的 那么朱立伦的动作 会在什么时候知道 我们先看这三场补选 那么嘉义师长补选 明年1月8号的台北市 中山区的 这个中山北中山的立委补选 跟这个南投的立委补选 这三场补选 如果朱立伦大获全胜 他三场都赢的话 那可能他会有不同的思考 他后面的主要藏在扛教者 也会有不同的思考 都赢 大赢 九合一也大赢 那为什么要卧榻之旁 要让别人酣睡 你不这样想 后面更丘 牵一反而动全局 所以事实上 我个人认为还有变数 还有这几天一直想尽办法出来 抢进的战斗篮的男主角 你们都忘了他了 人家都出来讲说 我战斗篮表现不错 我选举的人 你看都上当当选 你们忘了我战斗篮 你们两个人自己在那边拥抱 对不对 怎么不来拥抱我这个战斗篮 对不对 然后要不然的话 1994年 赵少康在选台北市长的时候 他黄大洲 陈水扁 三个人竞选总部 都在我自己跑新闻的家具 我每天去 在赵少康的场子里面 高喊挥舞国旗 高喊保家卫国 高喊保卫中华民国的赵少康 为了要选总统 这几天说 如果当选的话 一样 年轻人一样四个月 胡兵一四个月就好了 已经变这样了 四个月四个月 他为了选总统 已经选到这样的一个地步 你们怎么可以忘掉他呢 更何况 秦主其焉赵未寒 为什么呢 有赵就有寒 还有一个寒 韩国瑜没有说放弃 他说他这一次出来辅选 对不对 百分之七八十以上都当选 这两个人还没有放弃 你把两个人丢到什么地方去了 你说要选最强的 那请问最强的是什么 还有中国国民党的游戏规则 那怎么定 我相信会在明年的 过完年的以后 明年过完以后 国民党会定出一个游戏规则 那如果是真的 就直接用民调 那么用强行征召 侯友宜 那对侯友宜来讲是大解套 因为侯友宜本来是怕人家讲说 跟这个韩国瑜一样 那么当选以后 屁股都还没做手 就要做热 就赶快要去选总统 他不能主动讲 对 他不能主动提 他面临到就算你是用这个 等于说大家初选来 他都不方便主动提 那如果朱立伦用征召 那就解决这个问题了 如果你说这个要提早跑 落跑 对不对 怕那个人家笑他杀韩国瑜 像王宏威跑得比世界各国的人 所有的人 王宏威的记录 侯友宜能打破吗 对不对 侯友宜打不破他的记录 全台湾当然也没有人 能够打破王宏威的记录 所以王宏威显然可以帮侯友宜解套 那现在就看国民党怎么定 那么他是这个要用全民调 然后呢 民调最高的 就推一个最高的人 直接征召侯友宜 那国民党定于一尊 就没有这个问题 那紧接而来 如果他要初选的话 好 事情大条 那事情就麻烦了 那国民党从来没有规定 一定是全民调 没有 一半民调 一半党员投票 那侯友宜充满了变数 因为侯友宜在深南的 这个支持者里面呢 始终不信任他 始终怀疑这个所谓的 蓝皮绿骨的这种传闻 对不对 因为在台湾的警戒提拔他的 一例提拔他的 当然就是陈水扁 没有陈水扁 怎么会有侯友宜这位台北市 最年轻的刑警大队长 最年轻的刑事警察局长 跟最年轻的警政署长 更何况在深南的群组里面 到现在都耿耿于怀 认为影响到2004年 总统大选的319枪击案 就是由侯友宜担任召集的人 那侯友宜之所以 民调高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跟国民党 保持关系 适度的保持关系 在去年的四大公投的过程当中 还甚至于跟国民党 在核四公投上面畅缓掉 所以事实上有一票 这个深南的人 他们是对侯友宜是充满了不信任感 甚至于讨厌 那么那天听黄近平讲 甚至有这个深南的里长 直接讲说 那么如果是侯友宜的话 他反对 他绝对不支持 所以侯友宜有他这个问题 当然他是现在 国民党里面民调最高的人 所以侯友宜的问题 其实我觉得会在过完年后 那么国民党自己本身 那么一定会协调出来 如果再强调 如果三场全胜的话 那么朱立伦后面的重要的这些推手 会放过朱立伦就让他不出来吗 那是一个考量 那当然至于民进党比较单纯 那他民进党就是定于一尊 包括赖清德 今天这个请郑立军出来这个领表了 那他也发表四点声明就对 我觉得非常好 勇于承担所有的应该承担的责任 然后还有就是放下赖清德过去 比较高的那种形象 他这几年我发现他有改变 尤其在去年四项公投有改变 希望赖清德勇于承担 那我们也看国民党 当然旁边还有一个 那么还在那边心心作态 其实死都会出来选 2024年总统的柯文哲 我觉得过完年以后 好戏正要上场 好戏正要上场 刚才瑞德哥一口气 点了很多国民党的男主角 从朱立伦 侯友宜 赵绍康 一直到这个韩国瑜也不能忘记 那刚才有特别讲到一个点 说国民党里面好像蛮多人 对于这个侯友宜充满了不信任感 不晓得同样是国民党员的子哲哥 有没有这样想 你心目中国民党最佳男主角是谁 来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来讨论